天气很热,大家要注意健康 昨天最高温出现37.3度 在台南汉花莲这边传出两名老农夫 夏田耕作,意外心脏病突发死亡 另外在南投中辽这边又有位82岁的老农夫 他开着冷气故障的车要回家 不过不小心热到昏头了 车子直接撞上电线杆 他被夹在车里头动弹不得 消防队花了十几分钟才将他救出送医 现场车内一个名老人受困了 消防队用撑开器破坏车体 热心的民众徒手扳开车门 没多久就把老汪从扭曲变形的车体中给拉出 救护车紧急将老汪送医 检查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老汪表示当时实在是热昏了 根本不知道车祸是如何发生的 是天气太热闲了还是怎么 我来这边很热闹 现在去哪里不知道 接近中午82岁曾姓老汪结束田里的工作 开车回家 因为晒了一个上午的太阳 加上车子老旧没有空调 老汪热得头昏脑胀 顿时车子失控 直接撞上电线杆 还反弹到路中央 造成双向车流无法通行 紧益消焊热心的民众 合力把车子移到路边 天气炎热 医师提醒民众在户外活动 要记得适时的休息乘凉 才不会热昏了头 发生意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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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